今年燈飾依舊燦爛 但對他們來說 可能是最後聖誕 其實我商場是沒有人 即使你多努力都好 我都想不到有什麼方法可以變成人 一定不樂觀 我這邊打算是做到合約完了就不做 大概什麼時候 應該是4月時間 這個位於深水埗的商場 一直深受學生歡迎 如今週末營業的店鋪只剩下一半 有商店生意自6月以來 每個月跌了近兩成 一天可以捧蛋 人流明顯少了很多 人流肯定 老實說 如果商場能下閘 很多人直接恐慌 消費者恐慌不敢出門口 你見到新聞 有時可能網上風傳 你在街上會被人弄到受傷 再者你見到警方又放催淚彈 又人群驅殺 根本上消費者完全沒有消費意欲 沙田這個商場更加重災區 這個樓層200多個舖位 有近三成雕空 多間店舖貼上租約期滿的告示 零售商業及成衣業總工會總幹事 張麗霞表示 過往聖誕零售旺季 員工需要加班 亦不可以放假 但近期就有會員需要在聖誕期間放假 情況罕見 單計加班收入就交去年跌了四成 東網記者胡朗謙不道 零售零售